这一次黄大夫在此地为大家都做了一次薄剑的诊断 这个在现代试探里面是必须的 他告诉我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身体还不如我这个老人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 原因在什么地方 如果用现代人保健的这些条件来说 我完全都没有 我这个身体能够维持到这个样子 总体的来说 三宝加持 我深深相信佛在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从心相随 所以你的心清静 心地慈悲与善良 这个身体纵然不保养他 也没有运动 应当还是很正常的 佛门自古以来 我们仔细观察这些修行人 他身心都是静的 大多数人 每一天不识作禅 就是精心念佛 少林寺的大群五熟 那是另当别人 大多数都是在静态当中 静态当中这种养生之道 知道的人不多 世间人知道的是动态 想求运动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心要清静 要真诚 要慈悲 如果把境界向上再提升一次 如《金刚经》上所说 无母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诸如想想 谁生病了 有我 我才会生病 无母谁生病 由此可知 不但把病苦 连根拔除 那个生死的根也拔掉了 可是破母直 非常困难 破母直呢 非常必要 有母 就有生死 就有病苦 就有轮回 有这些现象 无我呢 这些现象完全消除了 大乘法里面 佛教给我们破母直 方法巧妙 倔强 江卫龙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 所说的 是大二二化主 这话讲得好啊 他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我们想发菩提心 大家很不好懂 大二化之 比较好懂 心量要大了 ellt 那 那 中文必须要知道啊 心包太虚 晾州沙尽 是我们本来的星量 每一个正身 原本的星量都是这么大 跟祝佛如来 古地上没有差别 我们又会落到这种地步 佛说 妄想分别直处而造成 妄想分别直处 就是我们真正的病根 我们会流落在六道 无量界没有办法出头 就是没有找到病根 不知道从根本上去治疗 所以才落到这个样子 事发当中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虚幻不实 嘴富贵 不值得羡慕 平静 也无需要爱上 无不实梦幻泡影 这些现象 它的因素 是夜莺果报的现象 你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掌握着 自己掌握着 越阴越远 国报的变化 就能随意 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 得大自在 得大自在的人 没有别的 他懂得掌握越 他知道清编万化 那个树牛在越 那个树牛在越 善的果报 善因善与 我的果报 我因为 因 已经造成 不能改变 语言可以控制 这还是事件发了 并不是第一页 第一页 一定要关控 换一句话说 要跳出轮回 超越十发界 这才是英雄 才是浩瀚 我们供养 佛的出所 成为大雄宝殿 大雄 就是大英雄 什么叫大英雄呢 世间人办不到的事情 他能够办到 这个人才成为英雄 世间人 没有法子 超越六道轮回 没有法子 超越十发界 佛能做到 不但他做到 他教导我们 如何做到 我们今天所遇到的 这个法文 是个异行道 异行道 而不能成就 隐隐在哪里 妄想分别执着 没方向 念念还是落在自立 念念呢 还是自私 这种心 这种心态 来修修这个法门 那就是古人所讲的 含泼喉咙也枉然 所以我们只要把自私自立的念头 放下 念佛没有不得力的 身心轻暗 纵然有一点病 那是什么 饮食齐聚 不小心 搞一点风寒感冒而已 不会有大美 所以我们要想的 了解四世的真相 最近这个三次 我们在地藏经 门关里面 做的这个一段文字 说得很清楚 如果从这一段短短文字当中 真正体会到了 受用无穷啊 为什么真看破了 真放下 放下自私自立 然后念佛往生 得多说 需要多久呢 《弥陶经》上讲的 若一日若七日 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 古今一教修行的人 例子很多 最普遍是念念到三年 功夫成就 为什么有人不超过七天 有人要念三年 未免的 念到真正自私自立的念头 没有了 感应就先去 身心气愿之人 像宋朝的 银库法斯 身心气愿三天成功 净土生贤路 往生传里面 往生传 大多数三年 对我们看到最普遍的 信心愿力没有达到肯气的事情 念个两三年才达到 所以这些人 我们用一句话 统统包括了 生死自在 他并不是寿命到了 他往生 他寿命还有啊 他提起人走了 道理在此 我们看到非常羡慕 而且人家能走得那么潇洒 走得那么自在 没有运苦 这个是我常常提醒这位同学的 我们一定要做到 如果做不到 你在病重的时候 你的身体受人家摆布 你自己做不了主 换一句话说 你往生就违反过 像往来你们做了大法斯 信徒多了 这个信徒 这个主义 那个信徒 那个主义 简直把个老活生搞死 等死了 我们看到很多啊 这个土地主张好多 孤孤不同啊 要了老活生命了 我们怕自己将来也碰到这个遭遇了 怎么办 这个都是事实 必须现在都要想到啊 防患于未然啊 最佳的方法就是 我不需要人照顾 我能遇之时之 什么时候想走 就什么时候走 一定要下这个决心 一定要把这一段事情办好 我们这一生的美白来了 其余事情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只有这一样是真事情 我们讲自立 我们讲自立 什么是自立 这个才叫自立 这个才叫自立 是为他想才能够断得掉 只要断掉 你的功夫就要把我了 我们不但要为这个世界一起人想 还得要为这个世界一起众生想 这众生包括动物啊 包括植物啊 包括矿物啊 矿物也是众缘活活而生啊 我们坐在这个桌子上 我们坐在这个桌子上 这不干净 赶紧把它擦干净 为他想啊 一坐摆在这斜斜的 赶快把它附正 为他想啊 这个做法呢 就是普贤神愿的礼尽诸佛 敬人 敬寺 敬无 无理都包括 动物之无矿 没有思想 没有欲望 绝对没有占有的念头 这个要知道 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啊 这个念头是要命的 这个念头是生死轮回的跟半啊 是造作一切罪业的远远 你从这个地方拔除 那罪根拔掉了 佛哥我们说的很清楚 为什么不能占有 一切发空 你怎么能占有 一言语常讲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怎么能占有 这是从很粗情现象上来观察 这是从很粗情现象上来观察的 佛讲的入为也 一切诸佛 应缘所生 无有自信 当体借空 了不可得 你怎么占有法 不但身外之无 是了不可得 我们身体也了不可得 这样不但身外之无啊 自己没有占有的心 你这个身体也没有居为己有的念头 你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时候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决定神经土啊 这一生当中啊 没有白过 没有白来啊 解脱了 从六道轮回里解脱了 从十发界解脱了 你说这个多幸运 无事皆以来 我们就没有遇到这么一个机会 这一生遇到了 山岛大师在观经诸节里面跟我们讲的 九品往生的 都在欲言不通 这话说得好啊 换句话说 你遇到的年书生 上上品往生 反复都可以上上品往生 菩萨如果欲言不殊胜 反而落得中下品往生 欲言难遭遇 真正是所谓可遇不可求 缘指的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 善知识的引导 善有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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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test 善或德态 善有的扶持 善感 望有的扶持 自己一定要想得 百千万劫难遭遇 无量劫中稀有难否 能不能成就 关键就是突破自私自利 突破的方法 念念未懂事 我活在这个世间 决定不是为自己 是为中稀 为自己应当 早一天往生进度 这个身体还留在死地一天 还没走 什么原因 我也懂事 你就得大自在了 跟祝佛如来的运行完全相应 这个道理 四十我们应当明了 如教修行 今天时间到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